花林市共有19个福气站 三个老人会 两个关怀据点 以及六个社福机构 福气站从21号开始陆续开站 而市长卫家宴 21号的上午是特别前往 第一个开站的国花礼福气站 以及北宾福气站 探视引发长者们的开学情况 并且也发送了春节加菜经 祝福老大人们都能龙年行大运 和家平安又健康 动动手啊动动脚 十多位老大人齐聚国花礼福气站 在讲师带领下 活络筋骨和训练反应 农历春节过后 花林市各福气站陆续开课 市长卫家宴21日前往 第一个开站的国花福气站 以及北宾福气站 探视引发主开学情况 并发送春节加菜经 长辈们也把握机会 向市长提供生活上的建议 我们的道德行夫好 养活的早上活 前进 活就在里面尿尿 那你看小朋友 我们现在小指花 细菌又多 那外縣市的人家都有 我们那个猫头银有些座容 之后其他的我再跟他看看 他怎么办 因为我感谢市长对我们那社区的观怀啊 还有一些措施增加 而且每年都有给我们的加菜经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 希望如果说我们有 措施有需要或是什么 我们再反应给市长 第一个开站的是我们国花里 那其实在新的年度 来跟我们的据点的所有的长辈 跟他们问候 那刚刚也非常好玩的是 那很多的我们长辈 都有QA一些问题 那就一一的来在这边 跟他们做一个解答 那未来我们会不定期的 移植到市区 跟我们社区 跟我们所有的民众 那有一个QA的一个座谈 我相信这样的这部分 其实还不错 那在这边 主要也是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一切平安 那在社区据点的部分 我们会持续的来支持 探视同时也宣导 华林市占有许多大型公共工程 陆续开始施作 提醒长辈要注意用路安全 另外华林市运附成车补助福利 也鼓励善加运用 福西站结合社区志工 以及社福资源 提供健康咨询 及多项身心灵等DIY单元 期盼为华林市长者 打造舒适安全 快乐健康的乐活饮法生活 记者讲方言 华林市报导 请不含